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便 然后这把呢,咱们下回对线吕布 打吕布倒是比较好打 但这是对把对面鬼骨子辅助 这个一级抢线呢,就不能去抢了,我感觉 这鬼骨子漏视野了,那这样的话一级就可以抢线了 前期还真是不能打得太强势 要不然容易被这鬼骨子给抓崩了 一刀腹膜,上了抢线 这边抢线没抢好,不过也无所谓 有被动的话也不怕的 清关兵线升个二级 反正也是打了他一般状态吧 这也过来抓呀 怕起来两个,这边应该还能走 回头吃个和蟹吧 这就是前提说的 你这个打吕布是很好打 这鬼骨子的话一直抓咱们还真没办法 这鬼骨子还没走啊 反正前提这么玩吧,也挺好的 打吕布反正能躲他一技能就躲他一技能 实在躲不了的话就只能硬扛了 队友过来支援 我是不太想上的,其实这一步 我感觉对面的法师辅助也都得来 调缠上来拉我 A,A,R,A,A,斩杀接一 还行,一技能没放出来他就死 拍起来,往回拉 大招 顶住,A一下往处走 这边前期拿了一个双杀啊 还行,挺舒服啊 这个吕布有闪现的啊 我为什么提前斩杀呀 我就是怕他闪现不好 这前期的队友还值得帮咱们啊 这就挺好 这把也是一个星耀一的盘位赛啊 段位倒不是太高啊 但是按照现在这个新赛季来讲啊 还可以啊 昨天呢也是终于啊 上了这个王者了啊 这新赛季更新好一个礼拜了吧 我才上王者 打的也真是慢呢 这把咱出个CD写就行了 以后我就感觉我上午更新两个夏侯顿的视频 晚上更新两个程友金的视频啊 这边等着队友上吧 回头拍起来二斤的EA 我有被动 看队友这边过来支援能不能 再打出点优势出来吧 这不是大招放早了 其实我应该一技能起手的 这英雄我跟你说我要每天出视频 我很快我就能练上手 争取吧 争取吧 争取拿个小货标的下货盾啊 队友交干扰意见给减缩 交闪线是吧 这边我扛塔 下路反正也算没白来吧 是不是啊 给个减缩啊 又是我扛塔 直接走吧 啊 还想上来反打呀 那这边还是不行 我管不了了呀 这个队友我的状态 吃个塔下要弯呢 也不行 感觉没什么机会啊 我这被动感能到时候快出来了 出个cd鞋 然后这把直接补活价 被动出来了 赶紧回点血啊 大招定做平A 接EA 往回拉 这边没被动啊 打的不用太着急 貂蝉手里没拦 啊 张飞交大 先盯准这边召快人吧 大招上去交斩啥 没有被动啊 拍起来 哎 二技能 给张飞大招交的倒是没什么用啊 我感觉 他就要这个大招啊 打这个貂蝉也打不了 好嘛 这前期这个节奏好像都是在我这啊 三杠二杠二啊 五个人头 我自己百分百三材率 夏侯顿打铝布啊 这个中期不好打 前期还行 实际上啊 你前期你要没点细音 你要说夏侯顿打铝布 还真不好打 看你怎么出装怎么去兑血啊 这晚上我个人觉得打这个铝布啊 那这边他死了 哎哎 一技能给减错 露娜来了他还不死 打铝布真的有点稀奇 正常来说我说我是觉得啥呀 出外影战俘是最容易打铝布的 你没有比那个装备他更合适 但是你往往啊 你还真不能出那件装备 你还真得考虑啊 对面这个阵容啊 哎我就先卡着鬼谷子位置 我就不让你拉人 我拍你一手你拉我行 这貂产我不管哎 大招定住哎哎 往前走 一技能给减错 A2交战上 夏侯顿 这版本啊大招定住 听A接一落地之后 我拍你一手 A2 哎哎 大招再定没定住 就要闪现了 再拍你一下 还是不行啊 就差那么一点点啊 这英雄你得赶大赶上啊 看你怎么出装吧 你看现在玩斩杉下 夏侯顿有好多动 好多种出装吧 有先出兵麦的 有先出那个火甲的 是吧 有先出那个允星的 怎么出装其实都可以 看你怎么去玩吧 这人头我都没想抢 大招定住平A接二哎 一个斩杀 这人头抢了还行 赵怀这人头其实抢了就更好 绕一圈 这貂蝉子我感觉不用管了 我过来直接反红吧 有没有喜欢玩这个夏侯顿 我觉得我应该玩一玩啊 整天你们说我指挥这个 创咬机啊 啊 完了 大招给我挡住了 中路一塔可以推啊 啊 想上来开团了啊 先走吧 这边法师大招虽然说空住了 但是这个一塔他不掉啊 我在那里虽然说有被动回血啊 防一塔呀 一时打我我也受不了 回上楼发育一下吧 这英雄有些时候还是得出那个 六件肉装吧 就比较适合夏侯顿 就这种出装啊 旅步过来一技能给减速拉开 我手里有被动啊 哎呀 拍起来两个 但是两个真伤这边我真没办法 血量太少了 回下来血吧也不够大的 我真是就瘫了这一班冰啊 要不然我回城就不撞他了 就瘫了一班冰瘫的 现在五千二的经济这把也是露娜代肥啊 咱算是二当家了啊 这露娜是大当家 貂蝉真敢上啊 我也不跟他打 我这不是来下路想抓这个孙上香的 看他怎么交际呢啊 让他打先让他打无所谓 给减速就行啊 没拍着没关系 大招没定住哎呀还行 这不是这孙上香 有点水平啊啊 差点让他给跑了 张飞不来这时候他真跑了 我大招都拍住了 为什么没有这个晕住他呀 先拿个蓝拔吧 对面赵怀真挺克制的啊 实际上你们发现没 对面这个阵容 你玩夏侯顿挺难大 对不对 吕布加这个貂蝉 双真伤阵容 加一个孙上香还偏灵活啊 啊下路又过来一波兵贤 咱言不清了啊 往中路去靠 感觉要打起来了 大招定 跑得真快啊 这哥们 鬼谷子拉人 这波你还是要找死啊 啊一个没拍着 大招先拉开 想定这鬼谷子啊 那这波就不能着急 一技能给减速啊 回头拍起来啊 这孙上香伤害这么高啊 这波失误啊 有失误的 6-4 剩一个吕布 这吕布打我伤害 其实还是挺疼的 真的玩夏侯顿 对面有吕布的情况下啊 这打团战 有时候挺难打的 特别对面这个阵容 双针伤啊 就这真的不太好打 就你们自己玩 你们也能感受到 不是说咱说这个 谁玩这个英雄 他有些时候他就是英雄克制 就你玩的再好 你这一种剧院 难免有这个失误的时候啊 十分钟 咱还是 哎呀这露娜真秀啊 兄弟们 这马碰着大腿了 咱就嚣嚣老老实实的 跟着这个混就行了 上来先行线 我现在攻速挺快的发现完 咱这边还是稍稍发育一下啊 不用太着急的 你看身上有蓝的就是不一样啊 这玩意刷也刷的也是快 剩下装备还是补一个不详吧 其实这把咱得出那个纯净苍穹的啊 不出这装备都不好打呀 找机会开拨团 啊 给个减速 哎 没拍着 交产有点想跟我秀一样的 但我压他两个等级 给个减速 回头拍起来 A2 哎 往回拉多里布的大招 哎 多里布的这个附魔大招控住 一级能给减速我拍起来哎 完了这边又死了 哎呦 我这一技能又被吕布大招给我躲了 看这边我算是扛到位了啊 我感觉基本上伤害全让我给吃了 这边站位也是真松啊 这边没打好啊 但是队友是可以收割 应该也能一波了啊 你看这把我死了五倍啊 但我经济始终都不差的 这发育的还是挺好的 你家不住对面人多呀 这玩意儿 好多人说我这个小盒顿菜啊 感觉一下吧 有些时候还真是挺菜的啊 还有些时候感觉打的又挺好的 这玩意儿还得让你们来评价啊 哎 这守约这打的真准啊 中路这就应该能直接一波了 一个斩杀再抢个人头啊 7-5-6 也算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战绩吧 最近这点门下午就发现了啊 对线其实没什么单杀的能力啊 这把又可是给了一个银盘 那么然后本期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我们有缘再见 8-8 5-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